哈囉,歡迎回到少封小秘訣 在大家眼前的是 AirMusic這次所發行的新產品 然後有兩款F1超級數圈 白金及鍍金 還有旁邊這個 減壓背帶 待會我們會用 錄音的設備 然後對照組是用我原本的配備 一次只更動一個部分 我們來聽看看 錄音之後它的音色會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用我原本的設備 就是我用的數圈是 Oleg的數圈 然後我的吹的是 Dev Guadala 然後我們來聽看看這樣子的設備 所吹出來的聲音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做得到 但是 對 z ib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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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接下來我們要試試試看 AirMusic F1超級速圈 白金的版本 我們一樣 錄音 Zither Harp OK,接下来是镀金版本的F1超级书圈,我们来听听看吧 Zither Harp 哈喽,接下来我们把树圈演换为Oleg 然后吊带换成AirMusic的新产品,减加吊带 然后呢,我原本的吊带是BG的 这有很普通的树圈,然后这边是塑胶的扣环 那我们来听听看,就是新的减加吊带它所演奏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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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相信大家在听完录音之后都会发现它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Air Music目前所开发的产品呢 竖圈的部分还是比较针对于胶嘴 我目前是只有天内的吹嘴Gatara 可以用高音沙风的竖圈去做替代 那我的Auto Beachler 它目前还是还没有符合的型号 那也很期待着Air Music之后 可以再陆陆续续开发更多新的size 新的类型产品来造福我们 偷偷跟大家讲 我最喜欢的是白金款 那如果你在听完以上的录音 或者是你实际在使用了之后呢 你觉得有你特别喜欢的类型 那也请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意见 我们今天沙风小秘诀Air Music的产品 实测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